好 非常歡迎大家來今天的哲學非星期五 然後我們今天可能很多人 他都以為我們平常是七點半 所以可能 可是我們不能留到晚上十二點 平常禮拜我們都是到十二點五點 聊到很晚的時候 然後週間之後大概的時間就是會提早變成七點 可是七點有個缺點就是有些人可能還在日常 所以這可能晚一點會到 所以比較可惜 那這個這麼重要的題目其實 我們今天會把它錄影如果沒有看到的人 他們至少說還可以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討論 那大家也知道我們現在目前在台灣 不管是南疆政策還是原住民教育 以及原住民的自學權利 都在台灣的民主發展裡面 而受到一個更高度的重視 那所以今天這個 今天我們討論是以他山之石 然後以紐西蘭毛利人的那個教育跟原文化的復健 以及他們怎麼去面向世界 這個角度來去參照去看待 台灣的未來的原住民的教育 以及原住民文化 如何從本身的復興裡面 同時面向這個世界跟他溝通 那我們當然知道文化本身是獨特的 是在我們現在有地方性的 但是文化本身也是普世的 它也可以提供全人類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所以我們今天從這個角度 教他來講的時候 就是說也透過這種不同原住民之間交流的比較裡面 可以看到一種共通性 而那個共通性可能可以帶往 透過個別的差距 把這種共通性帶到一個更豐富的境界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了四位獎者 等一下我們再來 第一位獎者 主獎者 主獎者是師父 然後我們大家熱烈掌聲一下 第二位獎者是 宜珍 對不對 那第三位是 Bis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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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跟誰比啊 這樣會得罪人 好 第四位是 阿關 阿關 所以我們等一下 他們 等一下由師父來跟我們解釋 就是他來出教 我們就先 麻煩由師父開始 謝謝 阿關 阿查 師父 想不及 阿關 他們 阿關 阿關 你聽得懂嗎 我聽得懂 你說的很正確 他可以一直講得很好 的確 我今天是從 有人會說阿門主的首都 派巴朗它也是光復鄉 我從那個被光復的地方過來 我們今天在談的主題其實也在談的是 我們怎麼重新回去光復它 我們怎麼用我們的語言 用我們的教育去光復 重新建立建構一個我們認識的人 那因為今天的主題其實還是會扣起在 台南之間的那個聯繫 那我今天會 就是說前面會用簡短的時間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目前過去到現在整個 紐西蘭的教育自覺的路程 那個歷程 然後從這個歷程裡面 就是 來談 我們現在在 化妝來說我們有 集結一些阿門主的老師 高峰去推去建構我們 阿門主的教育是什麼 這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再回到我們的 然後再開發拉拉拉一起來 那如果我們提到 紐西蘭毛利 不好意思 就是往你們的右邊的窗戶看 還有資料 其實跟台灣原住民的發展比較不一樣 那紐西蘭其實在 這個人不論是沒有辦法月底政經的話 傳教師的工作就會有很大的折扣 所以過去來說 你會知道傳教師其實有很多的專長 比如說像大部分的傳教師有 開始逐漸開設一些 學校 那這個學校呢就是讓 當地的毛利人 是這些毛利羽人 就是書面羽的這些羽人 那其實一直到了1840年代的時候 毛利羽人其實有將近一半的人口 是可以做毛利羽書寫的 那在就是你大概算 差不多2030年的時間 有一半的毛利羽人可以做毛利羽書寫 那相對台灣來說 其實還沒有進入到書面羽的發展 那到了1842年的時候 今天紐西蘭已經發 已經發行了第一份的毛利羽報紙 那在這個時候啊 其實在這個期間啊 除了報紙啊 或是相關的出版品以外啊 他們也使用毛利羽文去翻譯 英國的名著 像魯迪遜漂流器之類的 那除了魯迪遜漂流器呢 也透過毛利羽去書寫一些簡單的一些肉文 所以你會知道說 在1840年代的時候 毛利羽的語言 書面語化其實發展的 已經到了一定的成熟度了 所以在官方 那在1840年代的時候 如果大家對於 紐西蘭的歷史有一點熟悉的話 1840年代英國的 就是自立的政權 跟紐西蘭的毛利的頂袖 簽訂了一個 這碎碎碎碎 那這個碎碎碎條約其實一直影響到 毛利在當代的發展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條約 那當然紐西蘭的條約 其實是指博弈國之間簽的很多條約 那這個條約其實 我簡單講 就是這個條約其實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主權的議題 那當然英國會認為說 這個條約的第一條主權 其實是讓顧給英國製民政權 可是對毛利人來說 對不起 我先說一個前提 這個GPR 它其實是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毛利益版本 另外是一個英語版本 所以毛利人到現在來說 它都會透過毛利益的版本 去自以為中心做權勢 的確本來也應該是要這樣子 可是裡面還是有一些 就是對權力這件事情 甚至對主權這件事情的 那個認知上的差異 那尤其是在主權浪度這件事情 毛利人強調的是 他並沒有浪度他的主權 給英國政府 那第二個部分是 他其實保障了 毛利人的土地的權利 相關的權利 那第三個是保障的是 毛利人跟白人有平等的公民權 不會就是說 就是矮化 那這個是這三章 主要在談的事情 那其實這三章的整個內行 其實還是保障了 就是保障了毛利人的自主發展 還有他的語言文化的發展 這個是他們對毛利人的承諾 可是這個追尼簽訂完之後的 1860年代之後 一直到 到 就是 19世紀的末期的時候 其實另外頒布了幾個法律 特別影響到毛利人的整個權利的發展 第一個是 1860年代簽訂的 就是頒布的那個毛利 就是原住民學校法 就是Native School Act 那這個原住民學校法 其實是影響到毛利人的語言跟教育 最大的一個法律 因為這個毛利 這個原住民學校法 一開始其實是要求毛利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面蓋學校 然後學校的相關資源也要毛利人去籌措 可是這個學校一直到 到後面的國家接收之後呢 開始執行單一語言政策 開始執行單一語言政策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還可以用毛利語交 就是做為媒介 來進行教育的工作 可是因為到後面的時候呢 開始強制使用英語 那個強制其實 跟台灣的其實 經歷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我有非常強烈的一些處罰 那這樣子的就是 這個單一語言政策 其實已經一直執行到 1960年代 差不多100年 1960年代 其實到1960年代的時候 20世紀中旬的時候 毛利語的 尤其是青少年毛利語的 使用毛利語的人口數 其實已經不到百分之五了 已經不到百分之五 所以我們剛才不是提到 在1840年代的時候 甚至到 簽訂維塔利推理之後 官方的很多的公文書 其實都是用毛利語書寫的 那可現在這個時代的時候 正這個時期啊 毛利語的活力是幾乎等於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毛利語 就是當時的紐西蘭通行使用的一個語言 可是經過一百年之後呢 這個語言在青少年的 就是分布的比例 或是依附的比例其實不到百分之五了 所以你會看見殖民的正體在意的地方 控制語言 就是語言的權力的剝奪上面 對原住民或是對毛利人的語言的傷害 有多大 那 那當然除了語言以外 這個教育裡面主要還是以主流文化為主 就是白人文化為主 所以毛利人在白人文化的教育體體上 讓毛利人對自己的文化其實越來越疏遠 那除了越來越疏遠以外呢 因為就是剛才提到的 學校其實就像一道看不見的牆 把毛利的語言跟文化擋在牆外面 因為學校裡面並不使用毛利語 也不透過毛利的文化跟歷史進行教育的工作 所以毛利人其實越來越對一季的文化 其實不要講毛利人全世界的有著名街 在主流的教育跟剝落底下 對一季的文化的自信其實越來越喪失了 那除了喪失自信以外呢 其實當然這裡面也強調了這種種族主義的 就是種族優越的這種教材 那連帶影響到家庭語言的使用 所以你會知道 除了學校的毛利的單語言政策以外呢 另外一個部分是我要補充提到的事情是 也是在就是十九世紀後勤的時候 有幫助了另外一個法例就是 有著名土地法 那這個土地法其實允許了 白人能夠自由買賣毛利人的土地 一旦毛利人的土地進入到自由市場的時候 其實它的測試的速度就非常快 那測試的速度非常快 那測試的速度非常快 那個麵包的主人的語言 就是說你要獲得麵包 你就必須要使用英靈 當經濟跟教育整個凌駕了整個毛利的社會的時候 毛利人在使用這個語言上面 其實這種被壓迫的壓力其實是更大 那所以如果說一般的公共學校裡面提供的是 就是這種自民政權的語言跟文化的話 然後強制毛利人進入到一般的公共學校的話 那原來的毛利人的教育的體系跟教育的房子 就相對就是被關門了 那這樣子的經驗其實在台灣比例揭示後一直到現在 那這兩張圖其實是一個 比照這個是一個毛利的Murine 那Murine其實的內幕其實有非常豐富的 這個地方的族群的文化歷史語言 甚至是教士官 文理官 更深層的那種文化的意義 那這個是泰巴爾的改革答案 那我們今天其實剛好早上的時候 帶了就是明天在東華大學的國際論壇的三位 就是受要的學者來 兩個是毛利人 一個是澳洲的原住民 那澳洲的原住民跟毛利有一點 紐西蘭有一點淹淹 因為他的父親是從紐西蘭過來的 白人 對不是就是白人 那個人就不多說 但這個房子我們帶他從門口 大家從外觀其實整個的結構其實很類似 只是建材上不一樣而已 看起來是這個彷彿是他的過去 那今天我們帶就是三位學者 兩個毛利人進來的時候 其實毛利的學者其實在進去的時候 有一個很深層的那種內心的衝擊 因為他從外觀其實他認為這是他熟悉的 他認識的 進去之後看到那個牆面上的雕刻 跟紐西蘭的滿壞的牆面上的雕刻 甚至有一些故事所代表的意義 跟他們現在所認識的這些價值 其實是有很多的得同 所以當他們進去之後 其實就是說除了讓自己覺得很震驚 為什麼會有距離9000英里這麼遠的 兩個族群在文化上面 就是這麼相近以外 那他同時在站在那個地方 跟自己的主線的對話 其實他彷彿是走著主線離去的道路 他是一種返回 主線是離開 然後他是返回 這樣的概念 所以同樣的這樣的一個教育法 在殖民政學跟殖民教育進來的時候 同樣都被關閉 同樣都不被在意 大家其實在於事的進行上面 或是日常的生活的 就是知識的轉移上面 不再仰賴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仰賴的是什麼 仰賴是一般公學校的提供 那這也是 不論是紐西亞人的毛衛人也好 跟台灣的原住民同樣 在就是文化的教育的權利跟語言的權利 甚至文化的權利上面的剝削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歷程 那如果要談到紐西亞人說 我們剛才提到的是整個的殖民政權的剝削 那這個殖民政權的剝削一直到了 對不起發生什麼事 一直到了1970年代 其實毛利人的整個語言文化的剝削 其實到了高峰 那時候甚至有學者 就是透過研究斷定 就是說在未來的五年毛利人即將消失 那這樣子的論點 其實讓對於有高度毛利醫師的人來說 其實是一件讓大家闖不過氣的一個 怎麼講 就是說對於自己未來的發展 是一個覺得是朝下一個不可思議的方向走 那到了1970年代 其實也開始越來越多的意識 讓毛利人要消失這件事情 當然包含的是被講到要消失的毛利人 那1970年代因為這樣的一個壓力 看到了毛利的整理的發展 被殖民政權壓迫的結果 那在當時其實已經慢慢開始有一些人 起來為毛利人的權利倡議 尤其是針對剛才提到的外唐一推題 這個政府的就是 會就是違反他當初的承諾 違反當初的承諾的部分 然後透過這個推題來倡議毛利人的權利 那這張圖其實一直是 右邊這個就是 Fina Cooper Fina Cooper其實在1975年的時候 帶著他的三歲的孫女 這張圖一直影響到 就是紐西蘭到現在的權利 就是權利的勝仗 這個這張圖其實是 這個阿嬤當時其實已經太八十歲了 但是她是三歲的孫女 是從北島的最北端往南走走到威靈頓 威靈頓是在北島的南端 如果你要開車的話 你起碼要開超過九個小時以上 那有點像就是阿甘 一開始其實只有他們兩個 當時其實是為了土地而走 可是一路走來 許多的毛利議題跟著走 那參與的 就是說她也影響到了 她路過的這些毛利社區的成員跟領袖 最後一直到了威靈頓 其實有上萬的人跟她走 那最後的終點 其實在整個紐西蘭的自覺運動 最後的終點其實在當時的議會 走到了議會門口 那當然是強調的是毛利人的權利 那在土地 就是說這邊當然包含了土地的權利 和其他的各項的權利 不過在紐西蘭的教育來說 我剛才提到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時間其實毛利人的 在年輕一代的語言其實消失的 已經非常嚴重的幾乎已經快不見了 有的統計數字是指那時候已經只剩1% 有的統計數字是指5% 但是其實相去不遠 那面對這樣子一個壓力 許多的毛利人開始站出來自己辦教育 尤其是1982年的 就是毛利元朝 那毛利元朝呢簡單講來說 所有的小朋友都去白冷的幼兒園 那在白冷的幼兒園當然 就是學的是英語 那在當時的家庭 絕大部分的家庭 在家庭裡面使用的日常的 使用的語言其實也就是英語 那送到白冷的學校 可是在這個年代啊 雖然這些兒兒 剛才幾個提到這些青少年毛利元的 依附的比例 剩1%到45% 可是在這個時候的主婦母 還是有主婦母是能夠說流利的毛利元 那在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為了阻擋毛利的持續的流失啊 毛利元開始到學校裡面把孩子帶回去 帶回到自己的社區裡面 那帶回到自己的社區裡面來 其實也面臨到很多的壓力 有的是內部的壓力 有的是來自於政府的壓力 那來自於政府的壓力 那來自於政府的壓力當然是 就是教育群他必須要把學生拉回去 這個就是 就是你應該去接受教育這件事情被剝奪 他認為你剝奪了孩子的接受教育這件事情 所以教育當局會把孩子 就是拉回到學校裡面去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毛利的內部其實也很多的年輕人 對於長輩的行動啊 等朝樂逢 就覺得那個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原因已經過去了 我們應該要往前走 那那個往前走 其實是朝向殖民者的方向走 然後讓自己 就是該念自己作為一個被剝奪的人 那可是那時候其實也有很多的在 倡議跟行動的人來說 其實在 就是語言潮的行動上面 就是表現得非常的堅強 因為什麼 因為你把孩子帶回來之後 所有的照顧孩子的 所有的費用跟資源 你必須要自己找 因為對國家來說 它是一個不合法的 它是一個不合法的 那這樣的一個行動 1982年第一所語言潮成立之後 隔年啊 其實成立的全國成立了100所 那毛利言潮最高峰其實超過800所 那語言潮它其實 一開始不是一個幼兒園的概念 它是一個家族的概念 好幾個家庭 一起來照顧孩子 全天說網易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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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 就是 那雖然有人說 去質疑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學過學前教育 或是 或是幼教的 教學的經驗 然後你們這樣子 只會教壞他 可是我覺得那個 那個民主的自信 這個時候其實讓他們 奠奠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就是 他們認為我只要跟孩子 提供孩子毛利語 和毛利語有關的價值觀 跟倫理觀 跟背後的知識 知識解析他們認為 他們可以跟養育一個很好的 毛利人 其實他們目標是毛利人 而不是主流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 概念的 不是從主流的角度裡面去思考 我要培養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孩子 所以 達美其實是毛利語言曹的前陳情長 其實就講了一句話 就是 不要讓人 有機會把你的孩子從你手中帶走 的意思其實是 你把孩子送到一般的海產的肉眼 就是拱手將你的孩子讓牌的那種 那 如果你今天讓你的孩子 再回到你的體系裡面 學習來說的話 那 他可以在你的體系裡面正常的 被養育成為一個毛利人 那 所以 這個時候其實你就會知道 毛利的治卷其實透過行動 展現出來 那 除了 元朝 1982年的元朝成立之後呢 隨機過三年之後 形成的 就是小學的需求 所以在 1985年的時候 成立了 不 watched 以為 那 那就是曾經師他可能 他曾經的比例可能按他的課程的設計會不一樣 那最高可能到達100% 他可能是80%或是50% 那差異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某一個科目不是用毛利語教 其他科目是用毛利語 那比較可能的科目就是英語課 可是我在夏威爾看到的英語課是用夏威爾原著名教的 這件事很有趣 所以就是1985年之後的毛利曾經是小學 那在接下来就是Tefalicula Tefalicula就是毛利曾經是中學 接著來 這些學校的成立其實都在1989年 1989年之前 那除了原廠就是學前教育 毛利的曾經是小學 毛利的曾經是中學 那另外一個毛利大學 其實第一所毛利大學在1981年的時候就成立了在 就是老Tefalicula這所毛利大學 另外一所毛利大學是1985年成立 那這些毛利的教育其實都是在1989年之前成立的 那我為什麼會特別強調1989年呢 1989年紐西蘭制定頒布了紐西蘭的教育法 這個教育法其實在整個的毛利的 就是教育智覺的運動上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噴水嶺 那1989年之前呢 我們剛才提到1989年其實很多的教育的智覺的作為 其實都是必須要仰賴自己的資源 因為對國家來說你是不合法的 你不是 因為說你不是國家設立的教育體系 你當然國家不會提供資源 你不會提供經費 也不會提供你薪資等等之類的 你必須很多事情必須要透過自己的行動 透過募款的方式 透過跟家長合作的方式 然後甚至有一些像 那個Altaroa這所毛利大學的 就是创辦的其中一個前名叫 他們幾個其實在過去那種在發展困窮的年代 他們其實寧願會願意 不是寧願 會願意將自己的房子去抵押 獲得一些資金來讓教育持續下去 所以你就會知道那個智覺不是 我幾個人做這個行動就可以做 他們必須要去面對接下來資金的問題 和教育穩定發展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辦法讓教育智覺的過程裡面 如果你沒有辦法讓教育穩定發展下去的話 其實你會讓自己參與教育的這些人 不論是參與教育工作的人 跟學習的人會沒有自信 因為那是一個感覺好像沒有人去的工作 因為這樣子的概念其實會回到 我等一下會提到我們在台灣面遇到問題 1989年其實是整個毛利教育的倡議也好 抗爭也好 追求毛利的教育權利也好 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 1989的毛利教育法 將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毛利原廠 然後就是整理師小學 就是整理師小學 整理師中學 毛利大學 全部入房 所以裡面不會說 不會指的是毛利幼兒園或是毛利小學 它其實是全部都是只有毛利語來做詮釋的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毛利語代表的毛利教育解析的文字 就是全部進入到整個教育法規裡面 那教育法裡面其實強調的是 你除了辦一般的教育以外 如果你要辦毛利教育 有毛利教育對於毛利教育的特別的定義 這些特別的定義其實 全部都是回歸到毛利的文化跟講師體系裡面去思考 教育是什麼 包含原廠一直到毛利大學 所以這些都是法律規定的文字 所以你未來要創建 原廠小學中學大學來說 如果是在毛利教育體系來說的話 你都必須要依照毛利的做法 所以你會知道一直發展到現在 毛利其實有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出來 從 從 從 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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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跟一般的教育體系 它其實是 雙軌互通 那我們回到這張照片 這個是 這個是這一個毛利 其實它是一個綜合的學校 從 從小學到中學 也是到高中 類似K12這樣子 這個是校長 這個是校長 像那個 莎威亞 那個是誰去的 巨死強生 他們很多親戚 很多親戚 你看起來就是 這些很像是在打摔角的人 其實都是校長 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 我們也不覺得他是校長 好 其實 他開始講教育是什麼的時候 其實話就會挺不良的 他就一路介紹我們整個 他們在推動的教育的概念 比如說 毛利的教育知覺 是不是到了1989年 所有的學校變成公益學校之後 這個知覺就沒有了嗎 不是 他們要抵抗政府的做法 還是 他們必須還是要持續抵抗政府的 很多自以為是的做法 這個其實在台灣是非常鮮明的 政府會有自己詮釋認為 原住民教育是什麼 然後他就建構了一套 你必須要在這個體系裡面去做 其實那一套放到你的場域的時候 根本就格格不入 根本就不符合你的教育上的需求 所以對他們來說 其實也是一樣 這個巴雷布拉其實是在哈米爾頓 哈米爾頓因為 他們本來是在郊區 因為都市其實在經濟上是有一個拉力的 會把人拉到多位區 那當然他們很多家長也到都會區裡面來 那他們原本的學校 當然也就跟著家長跟著孩子來到都會區 可是在都會區來說其實 他們在哈米爾頓其實是一個 不被大部分白人認同的 教育工作的人 所以他們要去找空間來說 都是非常的困難 那最後其實他們是找到了一個雙車庫 他們到了一個雙車庫 就去辦學 老師怎麼辦 老師是大家籌資 去請老師來 吃的也是大家想辦法 因為他們辦學的地方附近 就是有那個奧塔拉 這所毛利大學 那當時的執行長 其實就跟他們講說 他們要不要到他們的一個倉庫裡面 做一個修整之後 你們就可以在倉庫裡面去辦學 那這個時候其實他們還是在持續跟政府 就是申請倡議要求 我們要成為一個正式的一個學校 所以即使1989交易法過後呢 其實有很多想要辦學的 也未必能夠如願取得那個辦學許可 因為他還是有設定很多的一些條件 那當然這裡面其實毛利大學也幫了很多的忙 那會這個照片 就是校長後面的這片空地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就是後來當然就是陸續獲得了政府的學科 可是他們沒有學校 因為他們犧牲在毛利大學裡面的一個空間 那後來校長其實是跟了當地的高中談的 這塊小地 用一塊錢 一塊錢嗎 好像是 用一塊錢的方式就買下後面這個空地 然後在去年的10月其實已經在開始談 要怎麼幹 要怎麼幹這件事情 不是像我們台灣把那個水泥蓋一蓋 現在其實就是一個學校 他必須要考慮到整個學校的意向 整個空間的意向 必須要符合毛利的價值跟文化 或是這個當地的族群 就是當地的意味發布的文化跟歷史 那對孩子來說 在這樣的一個學校裡面 其實會有更大的文化揮繫感 所以也會看見一直到現在 到近代 這是去年11月拍的照片 近代來說毛利大學對自己的教育的追求 不是教育的自覺這件事情 其實是沒有消失的 因為它還是持續在對抖 是一個從政府來的思維 那這是三所毛利大學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都大部分 其實有一些不同的目的 而設立的毛利大學 在各種類別的課程裡面 包含也包含毛利的語言文化 或是當代的相關議題的一些課程 其實是三所毛利大學 它其實是各自分工 也是相互合作的 那也代表的是一個完整的 原住民的高等教育的一個做法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來說 在全世界為什麼毛利教育 它其實變成是一種典範 它真的是一種自覺的先驅 那因為整個過程來說一直到現在 他們其實那個毛利中心的價值 一直是很清楚的被傳下來 被傳下來 所以他們很清楚 不在毛利價值體系底下的做法 是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是比較不能妥協的事情 比較不能妥協的事情 那可是在台灣 其實對原住民學校 或是原住民教育機構裡面 其實會有一個偏見就是說 你會認為那是提供給原住民念的 不是一定只有原住民學生在那個地方 可是對毛利大學的發展來說 現在超過30年以上的毛利大學的發展 它現在光是這所 這所毛利大學的學生 有超過接近一半的學生 不是毛利人 毛利人的學生不是毛利人 那你就會想說 誰會想去念原住民主毛利大學 或是台灣接下來會有 國立原住民主大學 那會不會是只有原住民學生 還是其實會有越來越多的人 欣賞參與原住民的相關知識的學習 那在牛西蘭的確也是如此 就是說 就是 奧特羅拉毛利大學的一個 就是當時的副審議長 一些講的一句話就是說 當你的文化站起來之後 別人自然好想 的確 當你的文化很韋名的時候 連你幾個人都不想學習 都不想參與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地方 跟原住民教育會面移到的問題 等一下可以 就是 再談 所以你看 前幾百分之二十三的 其實是白人 那 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教職官就是 Colapapa Mo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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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比不同的組織 其實有針對你的組織的任務 會設計不同的Colapapa Mori Colapapa Mori 其實是從它的文化價值體系 所建構出來的做事的方式跟原則 它其實是一個指引 那這個建築是 劉卡娃馬內大學的 因為看見它上面的雕刻 就是屋眼前面的那個雕刻 那它這所馬內大學有八個原則 就是考花花毛里有八個原則 然後這個八個原則都標在這上面 那這八個原則其實它當然包含了一個 就是你對教育教有愛 然後這個是一個自製的行動 等等之類的 那不同的組織它會設計 設計不同的考花花毛里 作為你的整個工作的 就是設計的一個指引 那講到目前其實你會看見 在一個還是以西方白人為多數的 紐西蘭人員 因為他們現在人口差不多佔15% 對還是以西方白人多數的教育體系而言 因為看見毛利人在這種 以西方白人為主的地方 看見一種自己的做法 而且這個做法是非常的鮮明 而且這個做法也不是 就是說 不是走向一種本質化的概念 而是與時俱進的發展 它不斷的建構自己的傳統知識 在當代的應用和有效性 所以你不會是學習一個過去的歷史的知識 而是在當代來說這些知識 持續帶領著毛利人往前發展 所以毛利大學或是毛利教育體力所 所承受的這些知識來說 它其實是走向毛利人的未來 而不是回顧過去 所以它教育的目標 其實還是要推毛利人走向成功的一面 但是它是透過它的知識體系 建立的一套學習的方式 那對我們來說那個啟示是什麼 那大家知道這兩人台灣原住民主家 我是過講很久嗎 只要沒有到12點都可以 非常地濃郁 非常濃郁 我其實最後的答案 自覺在台灣其實是很不容易 有人自覺要去做什麼事情 也很難難作為 但是能夠持續做像毛利家超過30年 在台灣我們還不敢這麼想像 為什麼 在台灣其實有非常多的工作 包含語言的附贈 包含文化附贈 包含教育的工作 那我剛才也提到 這兩年其實是原住民主教育走的最快的兩年 它甚至可以抵禍過去 19808幾年去啊 原住民主教育法 沒關係 真的沒關係 臭色的感覺 1988 不對1988 原住民主教育法其實到今年來說 已經頒布了20年 可是原住民族教育法這兩年 其實是走的比過去的SPA年還要來 走的還要跨 因為除了現在大家知道 在過去兩年成立了像成立式幼兒園 然後也透過實驗教育三法 成立了調集所的實驗教育 原住民的實驗教育 不同族群的實驗教育 然後大家知道如果有在follow原住民的資訊的話 一兩禮拜前排灣族的本位的教材 整個被發展出來的 通過過去的四五年做了這個教材 原住民族教育法從去年開始也開始在修 除了原住民族教育法以外 原住民族學校法和規劃原住民族大學 這件事情都在進行 所以你會看到這兩年原住民的教育 其實是特別被關注 然後不論是原民會也好 教育部也好 或是其他相關部門也好 也開始在談論原住民的 原權跟教育的權力的發展 去年我們這邊有一個原推動的組織 去年六月那個原住民族原發展法也過了 然後基地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資金 去推動原住民的發展 可是到目前為止我剛才提了很多法對不對 看見台灣其實有很多的事情必須看 他看見了政策看見了法之後才會動 這是我們現在在原住民社會裡面最普遍的現象 也是一個問題 也是我們整個發展上面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大的阻礙 如果去對應該在我們街道的毛利的整個行動來說的話 兩年前實驗商法隊在開始推動實驗教育的時候 我們其實對於一個阿美族來說 我們當然也希望推自己的實驗教育 因為其他的作曲也很激進 尤其是台灣族 台灣族像貝納族、布農族這樣子 那泰亞族 因為第一個成立的是泰亞族 不能忘記服務 那我們當然其實 我們當時其實是召集了 發動兩線 對於阿美族教育跟民族教育 就是參與的深度比較深 或是有意願的這些老師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也開始來推阿美族的教育 或是更深深度的討論阿美族的教育應該是什麼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其實還是在實驗教育的框架底下 思考事情 就是我剛才聽到的 就是說我們一直等到有法、有做法之後 我們才在那個體系底下去思考說 我們要做什麼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在談論幾個月之後 發現出現的障礙 因為如果我們在體制內談 研究明教育的時候 其實是走不出來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的老師來自於花工 他是來自於各個學校的 集合起來一起來討論 如果我們今天要推到阿美族的學校最適合的方式 就是把這些老師全部集中在同一個學校 我們就可以做到阿美族的學校 可是在實驗教育來說這個幾乎不可能 因為他還是必須透過當地的現政府的 就是 就是 就是聘論 就是必須要透過他的 就是透過聘論過程 一些跨線是不能聘論的 所以他種種的架構包含 然後所有的課程的評論 所有的課程的規劃審議 其實都還是在地方政府手上 所以你要辦實驗教育其實 在當時其實面臨到的是這些困境 後來其實我們還滿勇敢的去跳出 實驗教育的方向去 那我們不要談實驗教育 我們談阿美族教育是什麼 那阿美族教育這兩個字 其實又很難找 我們找不到一個對一的字 什麼叫教育這兩個字 所以我們開始重新去思考說 那阿美族怎麼 就是像毛利爾的思考的那個路徑一樣 就是說 他們搬教育其實目的是要 行說一個毛利的人 那原住民阿美族要搬教育 那當然我們的目標還是那個人 那那個人是什麼 那個人怎麼做出來 培養出來 不是做出來 不是 培養出來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透過了五段的討論 我們其實拉了一個詞叫做 Sagalatana Sagalatana就是 形塑出一個人的過程 那目標是 Masadantana 成為一個人的樣子 那也很抽象 那到底那個人是什麼 所以我們開始透過我們在部落的經驗 我們記本身的文化經驗 或是我們跟長輩的對話 目前來說我們集結的這些 大家幾面所看到的 然後在會整揮納的七大象 就是翻證中的就是 就是關懷、有愛、讚賞、情分、智慧、勇氣、溝通 這些裡面還是有更多的細節 然後這些細節不會只有這樣子 因為當我們接觸的部落越多 接觸老人越多的時候 這些細節會增加 會不斷的增加 那這些東西呢 看起來好像是 不要培養出一個懂得關懷、有愛、讚賞 然後很興奮、有智慧、有勇氣、懂溝通的這些孩子 看起來好像是一種教學的目標對不對 可是這整套 如果我們用考跨方向力的角度來思考的話 這些其實也是老師設計課程的指引 他同時也是老師做教學規劃的指引 那我們的目標其實是成立一個學校 那成立學校這件事情呢 也會是未來這個學校的經營的指引 你校長要經營這個學校 你必須讓這個學校看得出來是懂得關懷的 有愛的、讚賞的、興奮的 那老師在設立課程裡面 也必須是按照這樣的一個模型向來做 同時老師必須也是要是一個實踐者 實踐這些事情 所以學生進到學校來說 文化不是一個科目 而是進到這個學校之後呢 他就進入了一個文化體系 那顧名思義就是說 這個學校其實所有的教育 所有的知識 在一個文化體系裡面進行 所以他是在文化裡面進行教育 而不是教文化 我不是來教你說文化長什麼樣子 而是進來這個文化氛圍已經在領導你 成為什麼樣的 所以有人會擔心說 原住民的教育 他學科能力怎麼辦 大家有看到智慧這件事情嗎 智慧這件事情是他要在 作為Masadana必須要表現出來的 那智慧這件事情 當然要表現在各個領域 在數學 在語言 在綜合科 在自然 在其他的領域上面 你都必須要表現出來 但是你同時也是懂溝通的人 有勇氣的人 其分的人 其他的能力 所以其實在兩年前 我們已經在談素養了 沒想到這個政府的新的課綱 也在談素養 剛好就是不謀而合 然後我們不需要跟著現在課綱裡面 所建構的這種 從中華文化角度裡面談的素養 老師其實已經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方向跟指引 那我們開始去升級課程 我們也開始去測試課程 去做課程的事情 因為我們沒有學校 我們只好透過寒暑家去做課程的事情 那我們下期課程是在東海岸的長光部落進行 我們招募了二十個學生來進行 一到六年級的 三到六年級的課程的事情 那這張圖啊 我來問問大家 這張圖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 因為時間的問題就直接解答 除非有在講評 這張圖我們前面不是提到的 這些奇力其實找向的是一種 有能力照顧人的人 當你的知識越多的時候 你知識必須要分享出去 必須貢獻出去 表示你可以照顧更多的人 那這裡 這裡面有沒有看見大家都拿木頭 因為我們的孩子都要自己燒飯 他們必須要懂得怎麼起火 然後燒飯 這裡面當然很多的價值 我們就沒時間說了 有沒有看見大家都拿一兩根 這一個他背的木頭 跟是別人的好幾倍 這樣的孩子其實在 我們整個的教育過程裡面 不斷的被讚賞 被稱讚 為什麼 如果我們說培養一個孩子 是為了照顧更多的人的話 這個孩子的木頭其實可以照顧更多的人的需求 當別人沒有木頭的時候 他帶回去的木頭 其實是可以滿足其他 可能沒有去拿木頭 或是沒有能力去拿木頭的人 他其實還是回歸到一個 阿美祖的價值體系裡面去培養孩子 讓孩子知道說 這樣子能夠照顧的人 其實是 我們認為是 阿美祖最好就是成為那個人的那個人的目標 所以他再也不是聚焦在學科能力上面 那在整個課程的設計上面 也是以阿美祖的知識為主體 因為學校裡面還是會教世界上其他的知識 可是你知道世界上其他的知識 很容易跟別人的知識進行比較 如果你沒有掌握好主體的時候 你的文化很容易會在不經驗中被比較 我舉這個例子 因為我們這次測試的課程是數學科的時間 時間當然大家很清楚 是有一個精準的24小時的一個時間 大家全世界的人都認同 那是最精準的 最好的一個時間安排就是透過時鐘 可是阿美祖的時間他是一個區間 可能是兩個小時一個區間 太陽出來的前後的區間 那月亮然後盈虧的發展 他有不同的名稱跟名詞 那我們在教阿美祖的時間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論精準度 他很容易被西方的時間的知識給比下去 那我們一開始在教的時候 其實老師出現了這個黃點 老師說我們的時間其實是一個區間 他是一個比較浪漫的概念 西方的是一個比較精準的概念 他突然其實我們聽了就有點嚇一跳這種說法 後來那個晚上我們再去問老人家更細節的時候 我們發現阿美祖的時間背後是什麼 是天文學 是自然科學 因為包含潮汐的變化 包含季節的變化 包含天文的變化 包含自然的律動的變化 都在這個區間裡面 所以當我們在談論阿美祖的時間知識的時候 不會是只有數學的時間或是時間安排的概念 而是高含或是自然科學的其他的知識 天文科學的知識都在這裡面 好 當你具備好一個阿美祖的知識概念的時候 我們再服依西方的知識進來 這個時候就不會有比較的問題 而是阿美祖去使用外面的知識進來 讓自己的知識更好更大 就是說 能夠讓不同的知識 能夠在自己的使用上面能夠更順暢 所以這個時候的主體就不會被比下去 所以老師其實 我們的老師其實有非常多的故事 是跟自己現在在教育現場的批判 他們甚至是 就是說我們要思考阿美祖的教育 他必須要先離開自己的教育經驗 因為他們的教育經驗都超過10年以上 在一般的學校的教育經驗都超過10年 他必須要離開那個位置 把自己拉出來看的時候 他才看見說阿美祖的教育應該要怎麼做 那這些老師其實有很多的就是批判 甚至是自我批判或是解釋的經驗 那也很歡迎大家禮拜六的時候 來聽聽他們這麼說 譬如說到東號大學 那最後 最後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教育的時間上面 當然我們還有更多的必須要調整的部分 但是我講到現在來說 其實已經足以說服了一些人 說這套教育體系是可以運行的 但是 我們其實是要一所學校這件事情 在現在的體制內部來說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你要讓老師從花工集中到一個地方 我們昨天國教宴才來訪談我們 他們也認為說很困難 但是他們會想盡辦法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 這個自覺的行動 雖然沒有我剛才講的是 不顧一切我們就來辦學 因為我們的老師還是要養小孩 就是 雖然沒有到不顧一切說 我不要來辦學 但是其實我們正朝向準備好的狀態 準備好的狀態 只要一開始 一有學校讓所有老師進來 那個學校其實就可以開了 所以我們不是政策來的 我們才開始準備 然後花了五年之後呢 才要辦學 可以跟大家講 我在部落大學工作十年 每年都有老人離開 意味著是一個知識體系離開 我們還有多少的五年跟十年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最嚴重的教育最優勤的動作 大概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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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泰雅族的 我的名字叫 Bisui 我們來案是貼子年齡 所以是我的名字 就把我的名字 那想認識我 他叫我Bisui就可以了 那趁他在幫我弄PPT的時候就是 其實我們三個都是各自 我跟怡真是有跟到媳婦大哥一起出去 三個 對啊 那念怡他是自己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都有分好說 大家要講什麼 那很感謝他講得很仔細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講 大概給大家五分鐘 一個人忍耐一下 這樣就可以聊天了這樣子 OK 就是我去的那一場是去年 的十月 很高興是 雖然行程很緊湊 也雖然是學術參訪 可是我覺得他已經有給我 任這個一般的那樣的學術參訪 三所毛利大學裡面 我去了兩所 那 一般大學也去了兩所 這樣子 那我先簡單的 去的時候 其實 因為我在雲民會員讀書 加上服務也將近十年了 雲民燕 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將近十年左右 其實 進去毛利大學 對那個地景感受 還有教室的那些氛圍 其實會特別有感覺這樣子 像剛剛他講的那個 一進去 大哥他本來打 請問他本來有一些 批評頁那個照片 都在他剛剛結束的後面 他沒有放出來 那 我就簡單的放一些 因為我以為他會放 所以我就簡單的放 他剛剛講的說 每一所毛利大學都會有自己的 價值信念在裡面 那 我覺得他們最強的 是把這個資錄形象在他的 所有的 校園周圍 像 這個是TWA的那個 四大 原則 一定要介紹 反正就類似 有一個是團結 有一個是愛 之類的 就是我們以前小時候認知的那種 禮儀廉詞 以前都寫在後面 沒有 他就放在他的每一個教室的角落 都看得到 那這是 我們進去 他其實這個站很佼佼喔 可是他就是這麼大的 放在哪邊層次 然後再來是 下一個字 我比較土一點 這邊嗎 好 我幫你 好 那空下來站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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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關掉了 沒有 那邊 請 然後他 欸 我去的那一所TWA 他其實在 南北島加起來 他每個分點大概有八十幾個點 那我那 很 很慶幸我去了兩個年 那 其中有一個是我下一張圖 是去那個 漢美頓的其中一個校區 就是 曾經市中小學的那個旁邊 他也是就把這些東西全部 劃在那個牆上 就是以現代的方式這樣子 劃上去 好 沒有關係 那我就接續著講 就是 因為 誰去碰到東方大學 不是學院的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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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就是你們知道 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他就是跟旁邊的理工學院 長得一模一樣 沒有感覺 那除了去年還是前的校圈 多了一根木柱 然後我也不知道那個在課什麼 就是 其實大部分的學生都知道 他不是台灣 他也不是 看不出來是哪個療療區別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 對 你叫我們去解釋 我們解釋不出來的那一種 我覺得 那個就是沒有療療 可是像這樣子的話 就是 你可以解釋說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什麼 之類的 欸 工廠是哪一個 沒的 我們要按錯嗎 是按錯嗎 對 那你可以剩口 喔 可以加一夜嗎 好 好沒關係 就是 像去這樣 去這邊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有感情 像他每一間教室啊 比如說 你這間是祈禱的時候 你是哪 什麼樣用的教室會議室 他都可以對照他的毛利語 就假設你想像 如果是我們的教室 可以對照 注意的話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接下來 我就去了第二所 是那個 剛剛祈禱有介紹的 他是唯一有 博士課程的那個學校 他本身其實就是一個大學 然後他是後面才加入 毛利騎老進來 然後就是 也是當地的就是 借地之後就是讓他 不能講生格 我覺得講生格很奇怪 就是台灣官員講生格 他就變成 就是毛利大學 裡面有一個 對 那進去那個大學呢 你看他們就是這樣子畫圖 反正年輕人創意這樣子 那這是第二所 好 謝謝 那這是第二所 TWOA 這所他比如說 1 2 3 1 1 他講的 nelle bonuses И就他最後要去各學校 然後 一進去的時候 他幫我們介紹 我們就從這邊進去 做那個 投 mine 的衣 算是 歡迎儀式 等一下 你已經會介紹 他就從這邊開始講 他們的故事 就是巴拿家族如何匯集在這邊 進去的時候他就叫我們先仔細注意上面 對面那一個 這個 他就說你們先看著 我等一下再跟你們講為什麼這樣子 然後等到時間比較大的時候 他叫我們出來看 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州 他就是一個他們那個 巴拿家族那個州的一個意象 他就開始講故事 就是校園裡面要這樣的意象 就是很容易讓我們 像剛剛講的文化歸屬感 學生其實會很容易這樣 而且假設每個學生都能夠帶這樣的導覽 其實他自信其實會建立起來的 這是大學喔 然後這是他們的圖書館旁邊 不過他就是整個一個校園裡面 這是一個階梯 然後那個齊老師就說叫我們坐中間 坐成這樣子 他說以前他們老人家在講 講傳承一些故事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的作法 他就是州裡面 他們的設計是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在經歷這些 他帶你們的 我應該勾勾的是 每個教室他都會有他的設計 的那個什麼想法在 我那時候非常經典 因為 目前為止至少 人家可能認為說東華民族學 他是一個應該是對 所以我很多人的想像是會是這樣子 就是到一個地方就會確定是 不像我們進去 像我們 我這樣聽你覺得這樣好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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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沒有 沒有 有 我們還會有很多歌 對 比如說 他有目標 應該讓我們講出來 為什麼沒有這個目標 對 那目前我們學院就是只有一間 一個教室 它比較像是我們的圖書寶覽室 它被掛名為打腕 美族的正確的翻譯怎麼講 打腕 學生非常愛用那個地方 那就是很好的空間 那這一個歸功於謝老師 好啦我幫你再講 那這次是那個大學的 就是他們講的所謂的那個信念 T恤上面都會做這些東西這樣子 好 不好意思 這個是那時候推動就是讓那個 這所大學是加毛利課成績的 其中一個期勞 他那一天其實他本來以為 我們就是一般的保護合理 他本來只想帶我們兩個小時而已 沒有 他就帶了一整天 所以隔天我們要走 他還捨不得我們來送我們這樣子 那我覺得很好的地方是在 你從他整個那個 我們參訪的過程裡面 你看校方的態度 就是非常尊敬他 什麼都先問他 然後比如說他陪我們走一段 本來是小小的一段路 他說你就回去休息吧 他說不要不要 我覺得他們 只覺得好像應該很得到的演員吧 還是因為我們很漂亮 我也不知道 總之是我覺得 從校方就是對祈禱的態度看得出來 他們是真的尊敬 這個文化 好 再來就是 有興趣的其中一個我滿喜歡的學 就是一個懷看的大學 那這個大學呢就是 你看他的那個學校名稱 上面是英文嘛 然後上面就是毛利誼 這個啊 我沒有放很多照片 他們的圖書館裡面 他都是毛利誼跟英文去做對照 一點都不嫌麻煩 對 然後這邊是那個 奧克蘭理工大學的外面 它是奧克蘭市區 你可以想像在市區裡面 會有一鎖馬賴在那邊出現嗎 就像你想像我們在台北市 就是假設走到不管是台北車站 或者是東區出現了一個打亂 會有什麼感覺 那時候我就是嚇一跳在這邊 他這個是 這個不是重建啊 他應該是 不是重建的 反正是 他就是坐了一個在校園裡面 可是你從外面一看 他應該就看不到這個建築站這樣子 然後 這個就是我講的那個 英文跟主語對照 就是電梯喔 然後 反正就是 他會這樣子對照 那其實這個狀況啊 從我們一下 飛機進了那個奧克蘭的機場 我就有發現這個現象 那我之後是先到了毛利大學 我以為只有毛利大學這樣子 等到真的去進入到 然後就當大學的時候 我就真實的嚇到 我說怎麼可能就是 什麼標示 都是足以對照著我們的那個英文這樣 因為在走的當下 你會去想像說 假設東華大學 好 台灣大學 是不是也都是這樣 如果他可以對照 都不是很好 我並不是說 我並不覺得一定要什麼 持六族全部放在旁邊 可能真的太龐大 可是至少我們這一區的人 比如說台中的泰雅族啊 是不是太陽族 我們就可以放 無論中國人也要用 也可以就放一個太陽族 屏東區 還是要有台灣族跟魯凱族吧 就類似這種概念 像新北市他就很需要 阿美族的對照 我自己會這樣認識 然後再來是 我快結束了 就是這個是我之前 這是TWA裡面的那個 那就是馬亂喔 就是讓我們住宿的地方 這個是他們上課的學員 我為什麼會拍這樣子 是因為我覺得就是 之前自己辦了那麼多場的很多 有關於不管是主義 或者是文化的延遲啊 我有一個感受就是 大家越到後面 要求好像就已經不是 教學內容 那我按查點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是用 這麼簡單的方式 一個床鋪 那都是我們自己幫出來的 一個單人床鋪 然後棉被 他們會去要求這些 它就是重點在上課的值 可是我覺得我們已經 越來越走偏這個方向 然後那時候我一直想說 不要放這些 很像不好看的 可是我們要去想這件事情 是不是不要把 無論是把這個課程正常化 就是不要像 為什麼會一直會有現在 我們講說什麼 大家都只顧什麼餐點 其實很多老師們的那個 研習都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都是給廠商標 對 所以講到它就是 用那個去吸引你 就是我們應該要去想的是 就是我們來上這個研習 要學的是什麼 而不是這個公司 簡單講 以上 好 大家好 我叫阿光 我是來自阿里山州 然後我今天會比較心虛的一點來分享 因為其實我是在場 對紐西蘭的連結是比較弱的 因為我只有在 剛好在今年八月份的時候 很榮幸的去參加了 TWOA的新任的執行長 有就任典禮 FLAVO新生的就任典禮 那我上一場的座談會 我是用考數的方式 然後可能描述我不用生動 所以我今天就是直接請大家看 一個你想不到的影片 沒有用美而來囉 沒有聲音嗎 還是用碗的 還是我媽媽在這邊 還是你落 沒辦法用眼的啊 來 那你要唱一次 要唱一下注意戲劇 喔 還是 兒子 還給你 一些老少子 妳想說 還給你 是 有 有 是 也 有 是 上 那 是 是 這個就是他們寶貝的儀式 一個迎賓的儀式 那這個儀式就是它是一個wocoming的意思 就是因為他現在要歡迎新任的執行長 進入他們的barrite 進入他們的校園 所以他們現在要先舉行這樣的儀式 前面那一位兩隻手放 對現在出來的這個就是新任的執行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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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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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現在確認 我們這些人是 朋友 家人之後 然後他現在讓我們進入到 這個校區裡面 要是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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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 關於這個 引筆提示 其實大家會覺得很 我自己會覺得很奇妙 就是 當我第一次來到這個校區的時候 因為他會跟我們一般的 校區的感 感受很不一樣 因為一般我們都是 大門 然後一個中央大草坪 然後就是很 很高的大樓 很兇位 但是當我第一次到毛衣大選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說 到了嗎 就是我們在活動中心還是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好 他就是幾個 不用點這樣子 一點點噴點 然後 然後 但是 就像剛剛 Bisweet姐講的 就是 處處充滿 他雖然是 對 他是長這樣子 可是呢 他處處是巧思 譬如說他會用 之前的學生的作品 或是現在當代藝術家的作品 跟毛利 毛利藝術家的作品來裝飾 然後也會點 然後也會把跟他 跟他講的 學校的宗旨 就是 處處放在 處處放在學校的四中 讓你可以一直感受到他們想要傳達的理念 然後 嗯 還有很感動的事情是 在這場的事當中 你沒有看到任何政府官員 還有任何好像 有頭 就是全部都是 FLAVOL的家 家族 還有其他部族的長老 家人們來支持 那 而且因為上次FLAVOL 他之前是毛利黨的副主席 可是 現場也有毛利黨的人 來 來 來參加 可是 他們也 他們也沒有說話的機會 因為現場 全部都是長老 然後 來支持 然後我這一趟旅程的爆哭最高點 就是在這裡 好 然後 大家其實可以去 因為這個影片 是我在 CWOA的網站上面去找下來的 因為現場 你可以看到 沒有人拿手機錄影 那 因為我飛了14個小時的飛機 所以我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時間 就是拿手機出來 預備要拍 可是我的朋友 就是把我的手壓下來說 You have to see by heart 這樣 你不能用眼睛去看 你要用你的心去看 然後我當時就想說 我坐14個小時的飛機過來 對 我想要留記錄 可是當你反顧四周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是聚精會神 然後在等待 然後 出發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說 拿手機出來 其實是一件很不尊重的事情 你一定要用心去感受 然後 當然這場感動 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就會在想說 我也參加過 自己阿里山的紀典 我也參加過好多的 就是別的族的紀典 那這份感動 為什麼 在紐西蘭 在毛利大學的感動 為什麼這麼深刻 那就很像是 我整理出來一些感想 也像是 秀蘭老師上次提到的 我們常常把語言還有文化 當作一種教學的方式 然後 就是我們要教 我們要教下一代語言 我們要教下一代文化 可是 我在毛利大學看到的時候 看到他們就是在生活 這一句話很老掉牙 就是 文化即是生活 但是他們現在做得非常 非常貫徹 所以你會在裡面 你不會覺得說 沉浸式語言教學 或是什麼 是一個教學的方式 他就是在教你 怎麼樣做毛利人 這件事情 那對我來說 當然學習族語是第一步 可是學習族語 在現在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 族語應該是母語 他應該是第一語言 可是 對我的個人經驗來說 他已經變成第三語言 第一語言是 中文 對 第二語言是英文 再來才是第三語言 那 其實下一代 目前面臨的狀況 也都是這樣子 下一代面臨的狀況 也常常是這樣子 就是 當 小朋友在要選修相互語言的時候 常常是 因為人數過少 或是失之過少 他必須被迫的去學習另外一種語言 那 我是想 因為今天其實現場有很多教育 教育界的前輩 還有 民族語言學習的前輩在這裡 其實我也想要問 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討論的是 當 民族教育就是現在要取決於 學校的意願 而不是 個人意願 跟民族意願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落實 尊重 尊重民族意願的 民族教育的這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一起討論 你們怎麼關掉 大家我先 自我介紹一下 攝影機在這邊 要在場 大家好我是杜一貞 然後我來自台北 我是就是 我是凱達的 這個體系對我來說有一點陌生 我的老家是在那個 不知道大家 有人在台 就是在台北 應該到松安市場 那邊有一個塔優路 就是唯二台北市的 兩條原住民的道路 就是 剛好可以說明了 我來自的地方 這樣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 我的部分 是這樣 就是 就是 剛剛喜富還有 比翠跟 聶宇他們都分享 是屬於 比較是 教育 場運上的 比較 從硬體 就是軟體設備 就是 整個教育的內容當中 還有儀式的感動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 我是2015年的時候 跟喜富還有小老師 一次前往 就是 紐西亞 那我先跟大家說 其實我跟在座 大多數的 朋友們一樣 就是 其實我從小都是 就是中文 然後 明南語 叫明南語的家庭 所以其實 母語這件事情 對的 詩句對我來說 其實並不是 有感的 我必須要說 這件事情 所以 然後之後呢 因為我在華麟波大學工作 所以 其實有一次會提到 在一個演員會提到說 詩句語言很像是 喪清之痛 他用喪清之痛 這個詞 我會問他 這個中文怎麼行 我不是問說中文怎麼行 我就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對我來說 其實有一點遙遠 那 我是在2015年的時候 去 參加 我有上那個 他們的 沈浸式族語課程 我其實本來要 給大家秀照片 給大家看 可是沒有關係 沒有存到 沒有存到是不是 好 那我們 我們看一下有時間 因為那就是要開我的臉書 我們看一下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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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 還是開這個 不是 都沒有 在這裡 對啊 好緊張喔 因為大家不愛剪 我們到時候幫你剪掉 對 早說 對 他沒有直播沒關係 我其實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去上那個 就是 那個族語課程的 補課的心得 這樣 那個 如果有沒有在台中訪聽過 或是你看過直播 我還是要講大概 差不多的內容 我也不知道 這個星巴士 我就跟大家分享 那個他們的 族語課程 族語課程的毛利語 叫做 阿托拉米 老闆可以把照片 OK 那阿托拉米的意思呢 這個詞的意思 就是我和毛利的朋友 他的意思就是影子 那我想問 就是在座的各位 就是你學東西的時候 你是先透過什麼樣的 五感 五感 去學習的 不是五感啦 是那個五感 那個叫做我的五感 哪五感呢 溫它 對 但是 比較優先的 先從 你先學度溫喔 哈哈 你問到 為什麼是最不容易的 眼睛跟聽覺 喔對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主持人 我們沒有說好 但是沒有錯 是眼睛 就是視覺跟聽覺 那 華麗人認為說 學習一個新的語 不管是任何的東西 其實 我們都是透過眼睛跟聽 所以就像你的影集 倒映在你的腦袋裡面 這樣的學習 那我們去那個課程裡面呢 就是 他的整個 整個場域 唯一你只能講的 就是毛利 可是你人是 就是一種 狗旗會跳牆 這時候不小心 你的英文都會變得非常好 因為你只能講毛利 可是你不會 所以你就認為你會講英文 可是在那個場域 是你不能講英文 你也不能講英文 所以 但是我覺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學過一個 就是在一個場域 如果我們今天只能講 一種語言的時候 不知道你會不會有一種害怕 是被笑的害怕 所以以至於 你不敢開口 但是那種場 那種場域其實讓你 有感覺 有一種莫名的安全感 我其實馬上想要 寫個照片 就是大家全部包圍在我旁邊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有一種就是 好像一起去陪伴 我們去學習新語言的 那種安全感 可是那個陪伴 不是只有一種 互助的安全感的 氣氛的營造 他其實也在陪伴你面對 一起去面對 對於新東西學習的恐懼 所以我想這個是 在那個場域裡面 我覺得 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透過這樣的學習 然後雖然我2015年去 我今天相看的照片 我還是不記得 我當時是學了手 但是我聽到最深刻的 就是那種 彼此互相支持的 安全感的 互助的那種 友善的態度 那我覺得反過來 可以看 剛剛前面 習慣了 就是兩位 他們提到 就是我們在 所謂的教育場面裡面 我們有時候 對於 不管是不是新的 任何一個語言的學習 或是新的文化資訊的學習 只是我們抱有的 其實那個態度 或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 去 重新去思考 我們是怎麼樣 去對於一個 所謂的尊重的這種態度 我們說要尊重多元的時候 這樣子的 在台灣的當中 我可以如何的發揮 然後這是我 第一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關的成績 事業當中 我看到 跟感受到的一個情況 那第二個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 呃 去上課的時候 因為 我們有去 去參訪 比如社工啊 還有戲劇課程 呃 其中有一個是 就那個戲劇課程 如果那個 喜不達哥 你還記得的話 就是 我們那個戲劇課程 它是很像 呃 它的課程裡面 有一個 它那個課程是戲劇課 可是它是透過毛利 它是 用毛利 與它詮釋的劇 劇馬是 你們認為學生應該都會想要演什麼樣的劇嗎 在那個 學生的舞台當中 戲劇系裡面 他們通 他們的劇本都會想要是什麼樣的題材 小甜甜 小甜甜 或者是 大和劇嗎 我一開始有點傻 我自己以為 你自己念過什麼 我就是以為是 薩斯比亞 我以為是那種 就是 我以為他們好棒喔 我演薩斯比亞 結果經過翻譯 因為英文也不好 我說英文也不好 就是經過翻譯之後 發現原來他們演的是 過去怎麼樣被西方殖民的歷史 但是它是有毛利與全程 好不好 對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課程 然後我覺得 就是 有一點有趣 但是有一點衝突跟諷刺 可是我第二個想到就是 在那個場 喔對 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沒有配你們 就是我們真的很聚喪的 有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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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對 他們是透過 就隨從可得的積目 或者是圖卡 然後在那個場地裡面 不管是舞蹈的傳遞 或是分享 自詞的學習語言當中 這樣子的方式去 去透過這種方式去產線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 那個 他們是用毛利 他們的語言 是用毛利語言 然後 但是他們的劇馬 就是演過 去演的是過去西方殖民的時候 的那個歷史的那種 就是大和劇 還有嗎 這個是我其實想要表現給大家說 其實那時候真的會 什麼手啊 手腳都會出來 然後 但是 你就是想去 那你看我 左邊 是一個毛利人 然後右邊那個阿伯 他其實 看起來 我不太確定他是毛利人 可是 他一直在我那邊學習的時候 我印象中 他一直想要緩和氣氛 然後一直想要談吉他流聽 可是我真的沒有很想 因為 我就是聽不懂 可是他就是很 很有像 很有像 我很感謝他 然後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在那個場域裡面 就是 的一個 很像的 就是一個體驗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也有帶回來台灣 就是 還是要跟大家不小心秀一下 我其實 就是 我的主題老師是媳婦的女兒 不是她 是她的 小時候她女兒五歲 現在幾個 六歲 六歲的女兒 那為什麼我的主題老師 阿美語的老師是她的女兒呢 是因為我們就是 因為那小朋友就是 他只會 如果大家有人 發了他的臉書 就是一個網 他們家的網紅 就是他自己講阿美語 那 那這個部分就是 因為我想跟阿美說 我只學了一個 一句阿美語 就是這是什麼的 阿美語 然後就一直問他 那小孩子是很有耐心的 他會一直重複 那個重複 就像影子一樣 就是毛利人講 那個 阿桃萊姆一樣 就印在你的腦袋裡面 所以我就是這樣 不小心考上了 我們的族語認真的 終極簡歷 好 就是要跟他講一下 好 對對對 然後 再來我想跟大家分享 第二個就是 剛剛前面講的是 那種友善的 語言環境的分享的 那第二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覺得去一趟內 我們沒有說他都 不是今天來歌頌他很厲害很棒 但是我覺得他有點 可以值得學習是 剛剛其實我有提 其實在那個學校的任何 中學小學還有大學體裡面 所謂的毛利人的人口數 其實並沒有到很高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 不同的 身份 族群身份的朋友們 都很願意 或是把他的小孩帶來這邊學習 所以我覺得這個態度 其實是蠻有趣的 就是 當我們都在 都在想說 我們是什麼樣的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 就是 我們就在想說 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對於那個多元文化的尊重 其實在這個地方 其實非常的可以感受到 那我最後想要分享的是 我剛剛說 我們去參訪的 就是語言課 還有寄居課 還有一個 其中一個是社工課 那我覺得那老師講的一句話說 他說 他說 西方殖民的時候 大家 原住民都 當西方殖民的時候 原住民都在問說 我是誰 可是我覺得這句話 應該要問 任何的人都應該要問 就是當 你是如何跟你的 不管是自身的文化 或是你認同的文化做對話 你是不是有一天可以 很有自信的跟大家分享 屬於 不管是不是屬於你的文化 就是你認同那一塊的文化的知識 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 那最後 我這張照片是 左邊那個是毛鯉魚 是那個Eddie Eddie的電腦上面 就有個朋友Eddie 他的那個 電腦上面 其實那個意思就是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右邊那個的意思 是對不對 對啦 我打架給他 對 然後他就 這是一個巧合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 因為我跟謝老師 還有那個 其實我們第一次去就留下來 然後我看到這個 就還蠻興奮 欸怎麼那麼巧 對於我們其實在做的有點像是 文化運動的事情 不管隔這麼遠 但是那個 共鳴度跟互通度 其實還蠻相似的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 剛好想說今天也跟大家做這個分享 那 這是我的部分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還有15分鐘 然後可以開放給大家看 有可以分享的想法 一分鐘 然後我就不斷是提問 然後再盡量的質疑他們 以後這個哲學星期五 有很多問題可以問他們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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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你剛剛還沒有講完的那個 謝謝 我是宋恩 不是我說你 好問媳婦 你剛剛有帶過的 就是 對於那個移發法 如果有政策通過之後 然後 後面才跟著做的那個 緊張或害怕 或者是 我覺得你提到很多就是 我知道這種人想做些什麼 可是那個 那個做他就認為他有做了 可是那個又有地方需要的 可是因為他有政策 所以地方面的一個要配合他 然後所以生出可能 我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的東西 對 所以我想聽聽看有什麼 這方面的 這十五分鐘的角度 好 我們先收集三個政策 好不好 來 謝謝 謝謝 來 我想問一下那個 四位講者就是 因為我有點後期 四位講者是哪一位 進了名的你很差 那我想 我想問一下就是 就是徐國老師就是 我 我 我最近剛好在讀過來 就是這幾年就是 原住民實驗教育的辦法這邊 然後跟他們在做討論 然後我們有理解到說 在關於原住民文化 這一塊他們使用什麼樣的教材 但是我們的討論共同 會開始有一個問題是 那 這些小朋友在經過這個實驗教育後 他慢慢來就要記得文化了 但是在網上 我們發現到 他們現在一樣 必須會令到一個國中高中 與主流的一個教育 然後他們在這種情況下 有一些衝突 所以我想知道 在 在關於毛利 他們的大學 體制到大學這個時候 其實他們這邊是一個 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的內容 就是他們怎麼處理到 可能關於他們的教育體制 會不會跟主流的教育體制 會不會有衝突 或是什麼比較的狀況 對我好奇是這部分 好 來 再第三個 來 老師們還想請問一下 就是 你要請問哪一個 哪一個 你不要到所有 大家都問同一個人 你不要到所有 大家都問同一個人 我會幫你的問題 對 對 好 這邊我比較好奇的是 男藝人 老師剛才有講說 他們在教育這方面 國家的 輔助是比較少的 那我想問的是 就是在除了教育這方面 齒外 例如說在政治上 或是其他的權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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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把他們看成是 呃 呃 特殊的一個族群嗎 還是把他們認為說 呃 就是他們沒有享受任何 呃 呃 就是像我們台灣 可能是 對現在的民主民 會覺得他是一個 呃 呃 比較需要要保障的 那我想說 現在他對於 呃 呃 這樣子的人 他們是採取什麼樣的 態度 嗯 就是這個真正的 好 媳婦你可以 隨便分 我可以 對 分配一下 我們現在 大概時間上喔 還有 呃 呃 十分鐘 但是呢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拉到二十分鐘 好不好 呃 呃 很快回答 就是說 呃 語發法過後 他其實還過一年多了 那有很多是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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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有那個專家 呃 他是一年一聘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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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透過他的媒體 透過他的宣傳的方式 像類似這樣的一個宣傳的方式 讓大家不是毛利足與粥 或是足與粵 讓大家知道說毛利有存在的價值跟重要性 他其實不斷地說服 對內說服說學習毛利的重要性這件事情 然後去引動大家去選毛利這件事情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台灣的宇泰的工作裡面 這一塊反而是最弱的 我們其實如果你今天看了圓民臺 看了三個小時 你看不到任何一個節目告訴你說 說注意很重要 因為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我們在整個語言宣傳上面 其實是非常不薄弱的 哪裡也造成這些語推人員最大的痛苦就是 大家並不想學 然後他又得做這些工作 所以我是覺得說那個主體沒有辦法 來到圓住民身上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引發大家去做這件事情 有最大的問題在這裡 他還是在整個制度裡面 回到那個實驗學校 其實問題也在這裡 很多其實還是在體制類的制度裡面 互相牽制的做 你說毛利的整個教育的銜接 其實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是從他們自覺裡面就看見了 教育銜接的所有的工作 那你說在這個體系裡面 能不能到別的體系裡面 當然可以 他是一個雙軌然後橫向的 你可以到別的教育體系裡面去念書 所以其實我明明聽原章 就是他其實是從語言潮到 曾經是小學到曾經是中學 最後他念的是 維卡托的 維卡托大學裡面的原住民學院 所以他不是在毛利大學裡面的 科系去修博士版 所以他其實是可以 可以橫向走 那你說 你說我們當時也就是說 從原來的教育體系 到另外一個體系裡面 會不會有適應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在談阿美族教育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會有這樣子的提問 問自己說 我們現在在處理小教的時候 那接下來他畢業怎麼辦 他是要召一般的同學裡面去 他會不會出現適應的問題 我們其實在提的事情是 整個的所有的學科領域的教育 其實還是跟 跟整個國家的教育的課綱 是所有的進度是跟著走的 我們強調的是 就是塑造這個人的價值觀跟人格 如何讓他是在教育裡面被實踐出來的 所以當你到國中的時候 如果就是國小國中高中的時候 那個人格被塑造之後 我相信在任何一個領域 全世界任何一個場域 他其實都可以表現 就是可以表現得很好 所以原住民教育的目的不是 不是為了本職化的 另外一個當然是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目的還是成功 他在各個領域都是可以成功 但是他很清楚他自己是誰 所以他今天是到另外一個家裡體系 其實他過去的養生的過程裡面 可以讓他有更大的自信去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我覺得民主家的價值在這裡 不是說我創建一個 一個封閉性的一個教育 然後讓自己走得出去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教育的目的 那 談毛利的權利的實踐這件事情 其實你應該要問 你旁邊那位 你還沒發言 等一下他來不說一下好了 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當然剛才提到毛利的權利 其實還是毛利的自己走上街頭爭取的 但我剛才其實很強調是 就是威塔基推提這件事情 威塔基推提就是說 毛利人如何從這個推提的重新再警示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世界的原住民權力宣言 就是從世界的這種 原住民的各項的權力的實踐 這件事情的追求 我覺得是一件很重要的步驟 我覺得對毛利人來說 他是一個勇敢的踏出去 那當包含土地的返還 就是說 加上剛才提到的 這幾個大 這整個毛利教育體系來說 他其實不是一個透過政府的 價位資源的分配 他其實是一個賠償的概念 他對於過去對於毛利教育 毛利文化 毛利語言剝奪進行的一個賠償 所以如果你從賠償的角度裡面的話 他其實就不是一個政府的失神 其實我覺得語法法現在 即便就是說我們的語法法 從貢獵經費增加了好幾億 可是如果這個好幾億 還是從政府的角度裡面去提供的時候 我們會看不見這個經費實際上 對於原住民來說 是可以從自己的主體裡面去思考 我要負責語言的價值 因為經費還是從政府 他還是上端 所以我覺得一個很掉尾的事情是 他一直在強調是 要成立各個族群的語推組織 目的是要留下而上 可是你知道語推組織他要地計畫 最後誰在審 最後誰核銷 最後誰明見 怎麼可能留下而上 所以你知道嗎 那個系統還是在的時候呢 這些談所謂的原住民主體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都是 謝謝 可能我追問一下 就是說如果按照這個情況的話 要怎麼做 因為種種是有錢的來源 第一個我剛剛聽到好像就是錢的來源 是一個很重要 現在都在掌控在政府手上 他做這錢的控制 然後剛剛你也提到一個 其實自覺是最重要 那比如說民間其實最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受到政府的管控 因為他可能用錢反而控制了這些做原推廣 或原住民教育 忽略這個最根本的一件事情 那有沒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做法 我們就是在目前的這種 看起來是好像要推動原住民的文化教育 這個自學的概念的政策下面 有沒有什麼新的 有別於現在的政府的做法 或者說現在的政策有沒有辦法做一些改變 這個當然就要談轉型正義而解 當然就是說 轉型正義 當然真相的挖掘到 而且這個是台灣正在走的一個路程 但如果我們今天要講說 台灣的助理能不能創造一個 會有自己自主發展的權力的實踐 我覺得最終還是得回到原住民族的這個群體內部 因為我剛才講的是 我們其實在對自覺 形成行動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不弱的 我們自己在做教育自覺這件事情 也會碰到內部的 內部的 我們剛才講 我現在是冷嘲熱狂 我們這邊就是護理會 所以我們要用更大的說服 要讓他相信說這個教育自覺 是可以走得出去的 所以我們培養了家長 培養的家長其實就是在培養一室 我們培養一種 就像剛才那個Cooper 那個阿媽從北到的最北端 走到唯一一個疫情走的人 所以我就說 一個族群內部 如果能夠出現更多的人的時候 接下來跟政府的談判的 我覺得那個籌碼其實是會比較高 但是通常我們在在推動這種自覺行動 或是empowerment的 復選的行動的時候 最大的面臨到的最大的阻礙其實還是自己人 也真的不得已要提出來的 的確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解決人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怎麼有一種公共的理想 然後一個目標要去實踐 那接下來我們跟政府的角色是合作的 我跟你是合作的 我不是跟你支配的角色 所以當我今天能夠站在一個合作的地位的時候 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被支配的角色 或是這些計畫來說 那可能性就會 我覺得就會比較這樣提到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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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還有其他同學 你總是要講一下吧 不用 用CUE還有誰 還有CUE還有誰 前面 對 前面 好 其實好 那我們有一個問題是 既然你們現在總統都已經對原住民族道歉了 那我們在學習主語這一塊的面向 現在我們希望它是以賠償的角度來做語言的推動 那為什麼賠償金還是要由政府去管控 我們不能把它轉化成立成基金會的模式 由原住民族自己來使用以及控制這筆經費的用途 這樣子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種解套的方式 所以也是問我嗎 你好像只有你可以幫我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後面 謝老師 我講簡單 這有些人的確是 就是說很多賠償金 他其實透過信課基金的方式去 讓毛遠能夠從以他為主體來使用這些經費 其實很多的教育的做法 很多的這些健康中心 比如說毛利的醫療辦公室 其實這些做法 其實很多都是透過販管跟賠償的方式來做的工作 包含漁業事業的販管 那在台灣接下來的原住民的語言發展基金會 可不可以透過賠償金讓他獨立做 那原住民的文化事業基金會 可不可以透過賠償金的方式 讓他獨立做 不在政府的體系底下 然後透過每年一算 生疏磨找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看台灣政府的誠意 就要交給我們的和解小組的主持人 沒辦法 老師可以講一下進程嗎 那我今天代表我自己跟和解 本來會和解人 這個顧問在這邊 那個其實 我覺得其實媳婦剛才已經有提到了 就是人的問題 那我們其實現在是在走的一個 自我堅厚自我解釋的狀態 包含我們在提教育的時候 這兩年來 其實面臨到的阿曼熊的家長就會說 我們要進來嗎 我們會不會有競爭力 包含學族以前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所以現在剛才在講的就是說 假設 假設 我們現在開始有成立基金 第一個關鍵是 我們在管理的基金上面會怎麼樣 那紐西蘭他們可以做到這樣子 因為他的解釋的 從這一段自我建構 自覺的那個已經走得斷了 然後所以當他在做教育的時候 他的這三所大選 他其實是用settlement的方式在處理 他用賠償金 但是他這個賠償金 並不是沒有馬尼克的機制 他還是有成立 然後包含學歷的認證 包含的人 他們是有一個特殊的認證的方式 但是是結合的部落 跟結合的這些長老 認為說毛利的價值其實要怎樣 所以我只是說回來到台灣在想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 像原住民議員們怎麼看這些事情 因為我也相信 譬如說在原文會裡面 小鬼之前在那邊工作 都被人家講 基金會既然是獨立的 但是因為他預算來自中央中央裡面 立法委員有權力去做諮詢 諮詢的時候就做冷動 我們弄完了之後就沒了 然後大家就 那一隻怎麼獨立 那這件事情也是包含到了預言 有基金會的時候 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然後回歸回歸到最後一次 如果我們內部都沒有先解釋這些事情的時候 今天喊賠償是應該賠償 今天喊我們需要的自覺權 我們教育要包含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問題他的後果就是什麼 這是我們大家要共同來承擔 所以媳婦跟我們 我們現在是把他當成是說 這是一個運動在做 教育是本身是一個運動 那我們只能講說 我們是當宣傳的 宣講的方式這樣子 因為和解要先跟自己和解 然後很多美美嘎嘎的事情 都不適宜在又喊了 喊了半天之後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我必須要很韓詩的這樣 我們在你的韓詩裡 你聽到精銳 我們最後接下來還有 最後的問題好不好 那我們就最後一點時間 相對我們四位 再用一分鐘管睡 我就接著謝老師的話 我們這一群老師其實是在過去這兩年 不斷地自我批判的解釋 你要讓他離開他過去十多年的教育的經驗和習慣 其實不太容易 你要批判讓自己批判說 這些事不符合我接下來要做的這件事情也不容易 那我自己來說 我的自我解釋就是全家在家說出來 謝謝 其實我 本來我以為他其實會講他家裡的事情 就會寫一些在我家的事情 其實現在很多圓民哥跟我一樣 就是不同族群這樣子同婚 那我也因為這一次的旅程 加上就是 媳婦大事的開始之後 我也開始在做 我就是類租一家庭 但是是我們在一代很可憐的地方 就是說 本來就想得不好 所以我們會選擇一個族群去講 就比如說 我要嫁到魯凱族 我就選擇魯凱族 但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 前一場有人講說 語言的選擇其實就是麵包的選擇 可是 你現在看到的 很多真的在做這些事的人 他們根本就沒有在想麵包 他們會選擇 什麼是麵包 就是做就對了 自己開始做 慢慢做 等於說一些成果 人家也是做的好久 以上 太酷了吧 沒有 沒有我正在回想說 因為我剛剛先 比穗姊講的就是 我自己也是 比穗姊 比穗姊講的 就是我自己也是 詩語的一代 那 詩語的一代 要怎麽樣 讓下一代 再找回自己的語言 學校很重要 環境很重要 那 就像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 當第一個語言 現在已經脫位到 至少第三語言的時候 我們要怎麽樣去做這件事情 那 上一場分享的時候 講得有點激動 那今天還好沒有提到這回 那 怎麽樣讓 像 像剛剛 西伯老師 提到 阿美學校 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觀察到的現象是 這些 雖然大家很努力的環境之下 但是 這樣的課程還是必須安插在 不是正軌的學期裡面 不是在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是在第三學期 大家在正軌的兩個學期裡面 大家要找寒暑假的時間 那我想未來畫一個藍圖吧 第三語言至少退到 至少升到第二語言 那把這樣子的文化學期的課程 放在必修課程裡面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裡面 那應該就是 一個圓景 好 我不是施語的那一代 所以 可是我不想要另外一個角度看看 就是我不相信 即便不是施語的那一位 但是我覺得在過零代 很多人想要成為灘語的那一位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會認為就是 當你開頭說 你願意去學習的時候 就是一種尊重的態度 然後我覺得 或許我們沒有辦法 用太激烈的態度去對抗 不管是不是簡直 或是這個政府的體制 其實因為那是一段非常長的路 可是我 我自己會認為 當你開口說的時候 就是在執行一種柔性戰的開始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當你說 我覺得才會需要更多這樣子的 彼此尊重 才是真正的多元 然後我覺得 當你開口說 其實就是像 老實講 就是一種和解的行動 還是要親善和解的 對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認為 因為我認為文化本來 就是一種柔性戰 但是一定要每個人都共同的參與 才有辦法去改變 不管這邊是小小的影響都是好事 謝謝 好 謝謝 不過我們剛剛講和解的時候 如果要跟自我和解的前提 是對自我有怨恨 對 所以對自己有恨 然後自己有一個 你看不見的恨 甚至去發覺到自己對自己的怨恨 不喜歡自己的部分 就是然後把別人當做自己 所以它這個在所有的解釋的問題裡面 常常都是 我們會以他人的價值作為自己的價值 然後甚至沒有自己的價值 甚至要去尋找自己的價值 那個自己的價值 也其實不少在哪裡 所以我們 這個是一個很不容易的過程 但是解釋還有更激奇的意義 除了去消除外來的壓迫以外 它裡面還有更激奇的意義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的自我建構 因為自我建構是不在不斷的在 在時間的綿延之中 有一個新的自我跟主體出來 因為當我們在談 台灣很多的談解釋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見得有過去 但是我們一定會有未來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然後大家 歡迎大家記得留在這裡 然後彼此交換一下 我們世界產生要離開 然後彼此可以卓被死殺 非常謝謝大家來 今天哲約飛行球 我們明天晚上七點半見